乾電池污染造成的影響往往是無可挽回的 原建請行政院針對百分之百回收廢電池 責成相關單位研議押金等具體有效方案 以突破廢電池之回收率 達到有效保護環境之效益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張立善等14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李燕秀委員 本院委員李燕秀等人 為提升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執行率 健全預防保全防護網 本席提出衛生福利部因編列單位預算 指引兒童接種公費疫苗之預防接種處置費 可以充實防疫量能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李燕秀等11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吳智陽委員 吳智陽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簡東明委員 簡東明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王玉民委員 王玉民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柯智恩委員 本院委員柯智恩 許玉仁 徐正偉等14人 由建議法律部絞證署 現行規定少年收農人 火食費除瓦斯等用費300元之外 每月主食及腐食經費 僅2,210元 每月三餐合計不到75元 平均一餐不到25元 參考營養士建議 正在成長之青少年 活動量較大 成長較素 營養需求大增 本席今日至桃園少府院 實地訪查 院生反映收容所三倉匮乏 更遜符合青少年成長階段 所需之營養 原此建勤法務部 參考物價水準 严您改善少年收容人 火食 是否有當盡情公爵 本院委員柯智恩等14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 通過 接著請江啟成委員 主席好各位委員 本院委員江啟成等15人 有鑑於農業發展條例第60條規定 農業生產因天然災害受損 政府得辦理現金救助補助或基地貸款 並依法減免填付 以協助農民迅速恢復生產 為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第五條 第二項又規定 同產季同項農產品 救助以一次為限 對此農糧署曾經決議 長期作物以一年一次為限 然而天災難訪 加上很多作物一年是有不同期或數期 加上由於天候異常之 現代劇烈變化的形態 食慧農民造成許多不便及傷害 若依農糧署之決議等同於鼓勵農民 領錢休耕 食不符合農發條例協助農民 迅速恢復生產之本意 原此要求行政院盡速檢討農業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以符合農發條例保障農民之本質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江啟臣等15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處 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 接著請廖國動委員 廖國動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請孔文吉委員 孔文吉委員不在 本案暫不予處理 接著蕭美請委員 本席等11人提案 依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30條 與第32條之規定 幼兒園新任用的教保服務人員 駕駛人 隨車人員兼 應於任職前一年 接受8小時以上的 基本救命術訓練 並且在任職後每兩年 都需要接受一定時數的 基本救命術 安全教育 緊急救護情境演練等 復訓課程 此規定利益良好 確保了我國幼兒教育的安全保障 然而多數的地方政府 尤其是在東部地區 並無提供上述訓練的常設機構 亦無定期開辦相關課程 致使幼兒 幼教業者與聘用人員時 受到諸多限制 原此鑑請教育部會同內政部 衛福部等相關單位 整合單位所屬之課程資訊與資源 供與地方政府活絡運用 或協助其開設定期訓練課程 以求健全我國幼教服務 其能達到保障幼兒安全之目的 是否有 提全一 drones 本院委員 蕭美琴等11人提案 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援储 請務院有議意 沒有議有議通過 有意義喔 那個沒有啦 你怕手我決定你有意義 沒有意義啦 誤會啦 接著請蔣乃馨委員 主席 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 蔣乃馨 黃昭順等16人 針對煤激颱風席臺 在各地造成許多校園災情 根據教育部最新的統計 共有1416所學校受到篩損 而其中前三名為高雄市的192所 台南市的190所 以及台北市的164校 災損的金額出估大概有3億多元 為維護學生受教的權益 以及校園的安全 本系等要求行政院持續掌握 學校受損的狀況 以及調查實際的災情 並提供後續重建修復的必要協助 專案權額補助 受創學校修繕 是否有待盡情供絕 本院委員蔣乃欣等16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援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李昆哲委員 本院委員李昆哲等17人 建立高雄大眾運輸系統的建置 近年隨著捷運 紅橘線環狀輕軌部分路段 通車及未來鐵路地下化後 增設了通勤車站 而建具路網的規模 為相違大於大台北的大眾運輸入網 仍有相當差距 亦影響到高雄民眾使用大眾運輸之意願 日前高雄市政府已提出 輕軌都會延伸環線之可行性研究報告 對於整體大眾運輸入網的串聯 具有重要地位 為例後續工程之推動 原始要求行政院 禁述核定 前接可行性研究報告 是否有檔 敬請公決 本院委員李昆哲等17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問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 通過 接著請如秀燕委員 如秀燕委員不在 本案站不予處理 接著請賴士保委員 主席各位行政院 本委員賴士保等14人臨時提案 根據警政署103年的統計指出 大型車造勢A1類交通死亡事故 發生23件23人戰爭率死亡事故的20% 仔細研究原因 主要是因為大型車視野較高 行政車輛靠近近側的視野盲點區 在轉換的時候容易造成比較大的內輪差 因此造成會有危險 那麼這個時候 如果有系統能夠主動提供市警的功能的話 就能夠避免事故的發生 有見於此 那麼建提案 要求行政院及相關的單位 在三個月內盡速修訂 車輛安全檢測基準 將盲點偵測系統 強制作為大型車輛的標準配備 以大幅提高行車的安全 是否有盡行工具 老闆議員 文言委員賴世保等14人提案 作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問委員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接著請黃韋哲委員 黃韋哲委員不在 本案佔不予處理 接著請林俊憲委員 謝謝主席 各位同仁 本院委員林俊憲、李孫林等16人臨時提案 針對台灣自民國86年 爆發嚴重的口提疫情 被世界動物衛生組織OIE列為疫區 上市了外銷市場 對相關的產業造成重大的衝擊 18年來到現在 未能從疫區名單中除名 我們檢視其中的原因 在於疫苗的全面施打未能落實 疫情的通報不夠確實 因此為達到不施打疫苗非疫區的目標 本席建議行政院 應立即責成檢討專案小組 要求榮委會來就現行計畫全面檢視 加強政策宣導及防疫輔導 已若實 本院委員林俊憲等16人提案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委員處,請務院會有意義,沒有意義,通過,接著請嚴寬恆委員,嚴寬委員不在,本案暫不予處理,接著請林德福委員。 主席各位委員同仁,本院委員林德福等14人,有建於暑假旅遊旺季期間,不少民眾選擇開車出遊,過去曾有輪胎過舊,結構變質,失去原先安全係數,導致車輛歡呼意外, 98年到103年,國道暴胎事故統計顯示造成49個人死亡,1096人的受傷,本席認為降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數是交通部施政的重點,輪胎檢查是行車安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濟部標準局在104年12月16日, 針對輪胎定住安全安裝以及使用的期限規定,因此本席,建請交通部立即修正大陸交通安全規則, 將輪胎壽命列為汽車定期檢驗時的檢驗項目,必須符合中華民國國家標準之規定。 本院委員林德福等14人提案,做如下決議,含請行政院原署,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接著請高路移用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高路移用等11人臨時提案, 有鑑於現行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雖對原住民族遂時記憶予以放假定有名文, 但是上開規定,僅勞工得依勞動基準法第37條規定休假一日, 學生則須以釋駕辦理,不僅可能因釋駕而影響出缺席, 事後無補課相關資源,造成原住民學生不敢回鄉參與歲時記憶, 進而產生文化傳承之斷層,原始建請教育部定立各級學校原住民族歲時記憶 一日放假實施原則,保障原住民學生之參與歲時記憶與受教權,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本院委員高路移用等11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含請行政院延處,請務院會有異議, 沒有異議通過,接著請王惠美委員。 主席各位同仁,本院委員王惠美等11人, 鑑於彰化火車站從1958年落成,至今已將近60年, 而期間彰化市歷經了多次產業轉型以及聚落的重整, 現在也是彰化地區第一大人口多的地區, 而彰化火車站更是台鐵的山海線兩線交界的一等站, 每日平均進出站的旅客有多達1.3萬人, 堪稱為交通的樞紐, 然而彰化火車站多年來卻為隨著都市發展而有所提升, 為了落實城市再造以及提升彰化火車站服務的一個品質, 交通部因盡速編列彰化火車站之美化整修相關的預算, 是否有當盡情公絕? 文藝委員王惠美等十一人提案, 做如下決議, 含請行政院延處, 請務院會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報告院會臨時提案均已處理完畢, 下午二時三十分, 繼續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現在休息。 請see, 請請, 請, 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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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